归降钙素的作用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断食丸 西安市第一医院 药剂科 主人药师 降钙素呢 它是钙带线的调节剂 是一种多态激素 在哺乳动物的降钙素来源于甲状线 但鱼类降钙素呢 却产生于其后部的三线 所有的降钙素结构上相似 其作用也基本相似 但是呢 鱼降钙素与哺乳动物降钙素 受体的结合能力 要超过了哺乳动物的降钙素 基于这个原因呢 目前临床上应用的 都是鱼降钙素 硅降钙素呢 具有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 从而抑制骨盐溶解 阻止钙由骨释出 同时呢 刺激成骨细胞形成 促进骨骼对钙的摄取 并通过减少肾小管 再吸收而增加尿钙 磷和血纳的排泄 硬药呢 可以降低血钙 临床实验证明啊 本品对某些痛性骨病的病染 具有止痛作用 临床上呢 常用于老年性的骨质疏松症 变形性的骨病 痛性神经营养不良症 恶性骨质溶解症 高盖血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